好,我们下面来看58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呢,把这个题目先看一看 这题目和我去,叫A spot of butter 一点小麻烦 其中先看这个A spot of这个搭配 A spot of是一个在英联邦国家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固定用法 叫做A small amount of 叫做有一点什么,有一点点 这在美国用的不多,一般多用在英联邦国家 但美国人听到也能理解 但英国人都说A spot of A spot of 美国人叫做A spot of 表示有一点什么什么 我们看一个小例子 Shall we stop for a spot of lunch? 我们现在是不是歇会儿 先吃点中午饭呢 就我们中文说的吃点中午饭 不一定吃了很多,吃点午饭 一点A spot of 百分钟呢,就是固定搭配 A spot of butter,有一点小麻烦 这butter就是让人烦的一个事 就像呢,some trouble 有一些麻烦,一点小麻烦 就这个意思,看看简单例子 I'm having a spot of butter with my car 后面经常可以叫with 表示某个东西有点小麻烦 我说我这汽车呀,出了点小故障 有点小麻烦 可能是有点漏油啊 或者喇叭坏了等等等等 或者是I'm having a spot of butter of with one of my teeth 我有个牙呢,出了点小麻烦 可能蛀牙呀,或者是有什么麻烦 对吧,with表示什么什么东西 出了点小麻烦 A spot of butter,所以固定搭配 咱们可以记住 本文中咱们看看它出了什么小麻烦 出了点什么小麻烦 咱们先看比较复杂的这个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The old lady was glad to be back at the block of flats where she lives 咱们先看看这个语法成分分析 The old lady was glad 这是句子的主干结构 这个老太太呢,是高兴的 为什么高兴呢? 我们动词不定是to do 这个to be就动词不定是了 一直到句末,这个黄颜色的整个 是做原音状语 因为这个事儿而很高兴 什么事儿呢? to be back at the block of flats where she lives 就回到了他住的这个公寓楼这儿 哎呀,终于到家了 可累死我了 因为这个很高兴 敌了很多东西嘛 到家了,很开心 后面这个 at the block of flats where she lived 整个是这个可以看成 动词不定是内部的一个地点状语 回到哪儿呢? 回到这个公寓楼 什么公寓楼 在迁套一个定义丛句 画横线的部分 他住的这个公寓楼 关系附属 where if lived,live这个词是不及物动词 所以它不少兵语 我们关系附词 如果加这词in呢 就等which了 in which she lived 就好了 我们在书面眼中 一般不是which she lived in 把in放到前面 in which she lived 但用where的话 那in就不能加了 就好了 那么这里面唯一一个词法 需要注意的就是那个block block在这表示 这个大楼 而且分成各个单元的这种大楼 有某种特殊用途的 什么叫block呢? a large building divided into separate parts 分成若干不同部分的 一些大楼 一些宏伟的大的建筑 有很多单元呢 很多办公室啊 构成的这样的大楼 这是我们新冠天二组 就讲过的一个搭配 比如说 a block of flats 就是一个公寓楼 这个flat是个英联邦国家用法 在美国一边有apartment 就是一个单元门进去 有厨房 有卫生间 有卧室 这么一个公寓 再比如说 an office block 一个办公楼 就是里面都是办公室 可以租给那些公司的办公楼 可以这么说 这是某种这个大楼 还有呢 再比如说 an apartment block 这在用的美国多一些了 还是比如说公寓楼 就是住了很多居民 每一层有很多单元的 这种公寓楼 那么在新冠天二组就出现过 二组的第二十九个taxi 出租车 这个树我们就见过 新冠天二组二十九个 Once he landed on the roof of a block of flats And on another occasion He landed in a deserted car park 他说有一回啊 他就降落到了一个 公寓楼的楼顶上 在另外一个场合下呢 他降落在了一个 被荒废的一个停车场里面 car park 但英文都是car park 这是停车场 在美国一般叫parking lot parking 这parking park叫r-n-g 后面叫lot l-o-t 那个lot parking lot 但英联文国就叫car park 美国人都是car park 就停车场就好了 你看block of flats 公寓楼 这在我们新冠天二次有见过 这个block在这不翻成大居木块 或者一个街区 尽管它有这些含义 在这是某种 分成各个各个单元部分的 这种大楼 有某种特殊用途的大楼 就好了 好 他说为什么回家很高兴呢 第二句话解释了 her shopping had tired her and her basket had grown heavier with every step of the way home 原来啊 这个老太的购物啊 买东西让他觉得特别疲劳 并且呢 这个这个 他的这个篮子啊 他回家的路上 每走一步 篮子都变得更重一点 越来越迪不动了 上年纪了 所以终于到家了 老太的很高兴 这个tire 注意在这 是一个极无动词 叫时某人疲劳 所以本文中这个 her shopping had tired her 表示这个购物 让他变得很疲劳 是这个意思 当极无动词来用 比他的篮子的 heat grown heavier 这个grown来自 当然来自grow 这是个linking verb 是个细动词 后面一般用名词 或形容素素表语了 什么意思呢 就become different quite slowly 慢慢慢慢就变得 跟原来不一样了 慢慢变得 他讲的逐渐 慢慢的变化 这篮子不可能 由一斤变成一吨了 突然间这么变 那老太的 可能拿不住了 越来越沉了 一点一点的 慢慢变沉了 后面就加个 接触with 随着什么 随着他回家的 每一个脚步 step的脚步 变得越来越沉了 所以grow 经常跟后面 这个接触with搭配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我对英语的兴趣 随着每一堂课 慢慢的增长 兴趣interest嘛 我对英语的兴趣 后面加接触in 然后随着每一堂课 就我们这个课程的 每一节课 就with every class of the course course 整个这个课程 每一堂课叫class 可以这么说 那么变得越来越大了 我们跟兴趣可以用强 我们跟兴趣可以用强 strong这个词 就变得越来越stronger 对吧 咱们试试看看怎么说 我对英语的兴趣 my interest in english 注意这个系统词 grew stronger 变得更强了 with every class with every class of the course 随着每一堂课 越来越都应该感兴趣的 可以这么说 来 再换一个 他的自信心 随着每一次取得的成就 渐渐的增长 那么信心 自信心 我们不妨用 self confidence 这个词 自信心 然后变得更 更大了 更多了 咱们可以用great 这个greater 变得更多一些 他取得的这个 这个成功 success 后面可以用he achieved he attained he accomplished 等等都可以 咱们来看一看 his self confidence grew greater with every success he achieved 就好了 当然后面那个he achieved 是定义从具 修饰这个前面那个success 这个词 他的自信心 随着每一次取得成就 渐渐的增长 可以用它 这是grow这个词 经常跟jiss 会搭配 构成固定的 这么个句式 咱们可以记住 好 然后老太太呢 就到了家了 到了家进电梯了 这公寓楼嘛 可能很高有电梯 in the lift her thoughts were on lunch and a good rest but when she got out at her own floor those were forgotten in her sudden discovery that her front door was open 这个在电梯里边啊 老太太太想的都是 哎呀 吃午饭啊 然后好好歇一会儿 睡一觉 但是她到了自己这个楼层 出了电梯之后呢 这午饭呢 歇会儿这俩事都忘了 为什么 因为她突然间发现 这屋的大门是敞开的 屋门没关 吓了一大跳 这机灵灵 打了个冷战 两个事都忘了 这个句子语法结果不难 咱们看看 in the lift 在电梯里边 这个lift 就是我们生死第一个词了 但是英联盟国家一般用这个表示电梯 在美国呢 咱们一般用elevator这样的词 这个先不管 我们先看看这个语法成分的分析吧 in the lift 就是在电梯里边 这是一个地点状语了 然后呢 后面这白颜色的 可以看到这个句子主观结构 它的心思都在午饭和一个很好的休息上 when thoughts are on something 就表示某人在想着某事 这个再一会儿咱们会详细讲 第一句话结束 加个分号 然后but引出第二个病的句 but是病的连词了 但是怎么样呢 when she get out at her own floor 这是在第二个病的句里边的一个 时间壮与从俱 就当她到了她自己这个楼层 出来之后 get out 就get out of the elevator 或get out of the lift 就是电梯里出来之后 对吧 到了她自己这个楼层嘛 floor边具体某一层楼了 怎么样 both were forgotten both什么呢 就both lunch and a good rest 刚才那个午饭和这个休息 怎么样 we forgot都被忘了 为什么 因为她突然间发现 她的屋子大门是开的 in her sadness square 一直到剧末 这个黄颜色的整个 做一个原因状语的用 就因为什么怎么样 这个in 加名词 表示原因状语 这是复习 咱们一会儿还会复习 在以前多次讲过 就因为她突然间发现 后面那个画横线的部分 明显是一个同位从俱 做前面那个discovery 这名词的同位 发现的是什么呢 发现屋子大门是敞开的 老太太这回 这个这个这个 也不想吃饭了 也不想休息了 赶紧进屋看看怎么回事 好 这里细节我们看看 先看看这个lift 再次强调一遍 在in british english 在英式英语中 一般用lift 但电梯在美国 一般有这个词 我们再读一下 elevator elevator 这是american english 但读快了之后 这个字母T 还会轻声濁化一下 再大声 elevator elevator vitter vitter 就比vitter更俏皮点 这是电梯 老太太在想着 你看我们同学自己写的话 搞不好写成 in the lid she was thinking about 正在想着这个事 用think about 当然没错 但是我们表达可以又多了一个 版本在写作中可以避免 跟其他句子重复了 叫one thoughts were on 或者are on 根据时代来确定 就某人在想的某事 就某人的想法 念头 心思都在什么什么上 就他的心思呢 都在这个午饭上了 跟中文表达也类似 注意后面这次叫on 就好了 比如说 在去学校的路上 我一直都在想着 期末考试的事 心思都在期末考试上 就跟我们说 心思在什么上 你看 on my way to the school my thoughts were on the final examinations 在我到学校去的路途中呢 我都在想着 期末考试这个事 when thoughts were 或者are on something 做固定搭配 咱们可以记记 本身是老太太 都是在想着 什么 吃午饭们歇一会儿 这个事 但是 当他到了楼层 从电梯出来之后 怎么样 both were forgotten in her sudden discovery 这是我们多次讲过的 复习 in的加名词 在剧中 一般多做原因状语来用 表示因为什么什么 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书面 去表达 当然本文中没有的 是因为前面有数格 in her sudden discovery 数格跟贯词 不能同时用 同时用就矛盾了 所以本文中加了 her就不能加到了 就好了 但是没有数格的话 一般加定和 这个作为原因状 这是书面的表达 在53课 56课 咱们多次讲过 咱们先看看本文中 in her sudden discovery 是不是相当于 both were forgotten because she suddenly discovered that 因为她突然间发现 什么什么 如果用 sand discover 后面的那种 就不再是同位种 而说 discover 这动词的 并于种 对就好了 咱们复习复习 比如说我们53课里面 240页的第6行到第8行 240页第6到第8行 咱们做复习 This way is for the first to recognize that public officials like civil servants police officers health inspectors or tax collectors can make mistake or act over zealously 注意 in the belief that they're serving the public 对吧 瑞典人是首先发现 那些 为老百姓服务的官员 像什么 政府的一些文职人员 包括警察 包括什么 健康 这个卫生检查员 就是到了饭馆里 去查卫生的人 或者收税的人 可能会犯错误 或表现得过分的热情 为什么 因为他们相信 他们在为老百姓来服务 所以好心往往败坏事 in the belief 相当于because they believe 因为他们相信 作原因状语 我们再来复习56课 252页第27行最后 到29行 252页的第27行最后 到29行 56课 再复习 The man or our family waited down through our flooded meadows with boat hooks 咱们先复习 我们家里那些男人们 汤水走过了 那些被洪水淹没的草地 拿着船钩 竹竿子 前面有个铁钩 搭船用的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相信呢 他们能够扭住主法的 木法的一角 然后把它从水流中 拉向我们这一样 in the hope of being able to 是不是像 because they hope to be able to 因为他们希望 他们能够把它拉出来 所以才去呀 如果他不这样的话 就不去了 看着肯定死了 就甭去救了 对 因为他们希望 in the hope of being able to 像 the because they hope to be able to 是一样的 对 这个讲过是复习 咱们再看看五十九课 咱们结果没有讲到 但是以前也说过 二百六十四页 第五行到第七行 二百六十四页 第五到第七行 五十九课 收藏这个书 They live unwanted objects in doors covers and attics for years in the believed man they may one day need just those very things 这个very刚讲过 不是别的正式就是 just也是正式就是 但just是副词 very形容词 注意位置不一样 他们把那些不想的东西 放到了抽屉里边 壁橱里边 还有阁楼里边 移放就是很多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相信有朝一日 他们需要的正式 这些收藏起来的东西 in the believed that 是不是像呢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因为他们相信 所以他们才这么做 原因壮语 还有我们再看看 第四册第十一课里边 第四册的十一课 就如何变老这个书 还是复习咱们见过的 young men who have reason to feel that they will be killed in a battle may just finally feel bitter 那些担心 有理由担心自己战死疆场的年轻人呢 可能会感到痛苦 这是情有可原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被剥夺了生活本该给予的必须 这个最好的东西了 你看 in the thought that 讲的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被这个生活骗走了 本该给予他们的最美好的事物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他觉得感到痛苦 诸多着说 这是情无可原的 justifiably 是情无可原的 in the thought 讲的 because they think 因为他们认为 所以这个大帖见过之后 我们在写作中 一开始随着 去模仿了 没问题了 好 咱们下面看第四句话 she was thinking that she must reprimand her home help the next morning for such a monstrous piece of negligence when she remembered that she had gone shopping after the home help had left and she knew that she had turned turn both keys in the locks 这又是一个复杂的句子 咱们还是先看看 语法成本分析 她正在想着 she was thinking 后面那个 这个写体字 白言词的写体字 that开始到这个逗号结束 这明显就 think的并于从击了 她正在想着什么呢 她必须得批评一下 她这个家庭的助手 就帮她干活的这个人 老太太呢 一个人是这个上年纪了 干家务干不动了 叫home help 一般帮助老人或病人 干家务的这个家庭助手 就是她必须得好好批评 家庭助手了 the next morning 就转天的 这个早晨来的时候 好病的 为什么呢 这个for 是跟前面reperman 搭配 even more是 而批评 more reperman 我们说了一般是 上级批评下属 领导批评员工 在这呢 主人批评这个助手 这用的也对 for表是因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一个 巨大的这么一个疏忽 她认为呢 是这个家庭助手 干完活之后 没锁门 这还得了呢 这它不像话了 这个monstress 是非常大的 骇人听闻的 它来自大怪兽 monster m-o-n-s-t-e-r 这把e-r去掉 变成r-o-u-s 表示非常非常大的 骇人听闻的 这么大的一个疏忽 negligence 表示疏忽马虎 它是不可署名词 所以前面加个量词 peace 你不能说a negligence 可以说a piece of negligence 一件疏忽的事 这时 它想起来了 你看这个when呢 我没有翻译成当某时 而翻译成这时 或者突然 它想起来了 都行 为什么呢 李老师以前多次讲过 在前面 如果出现了进行时 或出现了be about to do 那么后面这个when呢 就一般不翻译成当某时了 而翻译成这时 或者突然 还记得吗 这里出现进行时 she was thinking 所以后面when翻译成这时 她正在想着这个事 这时 她突然想起来了 就这么一个 就像 i was having dinner when the phone ran 我正在吃饭呢 这时 电话响了 或i was about to leave when the phone ran 我正要走 这时电话响了 所以be doing 进行时 或者be about to do 正要做 或者正在做 后面的when 都翻译成这时 这时候呢 它核心内容呢 是when从句里的内容 这是很罕见的句子 一般的句子 核心的信息在主句中 但在when反正这时 或者突然 这种从 这个句子的时候 它的核心信息 反而在从句中 i was having dinner when the phone ran 重点不是我吃饭 而是电话联想 对吧 这么多次讲过 做复习就好了 这时 她突然间回忆起来 回忆起来什么呢 这个 that从句 就是邪体词 从that开始 一直到这个left 是结束 这座remember的 病例从句 她回忆起来了什么呢 回忆起来 她呢 是在这个家庭住手 离开之后 她才去买东西的 这不怪人家 人家走了之后 你才走的 要忘的话 也是你忘了嘛 这个after the home help has left 这明显是牵套在了 这个病例从句内部 的一个时间状态从句 然后的and 引出病例句 这个病例句 后面she knew 是跟前面when从句里面 she remember并列的 所以是when从句内部 两个病例的句子 就是she knew 跟前面she remember并列 并且她知道怎么样呢 后面画横线的部分 到句目 当然是new的病例从句来 并且知道怎么样呢 that he had turned the both keys into locks 她说把两把锁呀 用钥匙都锁好了 她有两把钥匙 在门上可能两把锁 都锁好了 turn the key 就是转这个钥匙 锁门的意思 咱们以后会讲到 跟钥匙常见的 几个东西搭配 这是锁门 来转这个钥匙 来锁门的意思 这是语法成本的分析 我们看到这 那么里边一些搭配 咱们先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 就是复习这个reprimand 它表示批评 但一般多指 上下级之间 比较常见一些 什么上级 批评下属 领导批评员工 如果英文模式呢 可以加个for 如果不强的英文模式 对for也可以去掉 我们再读一下 reprimand reprimand 这可是老朋友了 多次讲过 31课 包括53课 都说过 咱们先复习31课 146页 第16到第17行 146页 第16到第17行 recognizing who the customer was the manager was most apologetic and reprimanded the assistant severely 因为认出来 这个顾客是谁了 这个经理呢 特别特别抱歉 并且非常严厉地 批评了这位售货员 批评 经理批评售货员 用的是一个词 是对的 还有53课里面 我们再看 240页17行 最后到底18行 240页17行 最后到底18行 他说 he may gently reprimand an official or even suggest to parliament that a law be uttered 他可能会比较 温柔的 含蓄的 就不那么很严厉地 批评某个官员 或甚至会建议 向国会建议 某个法律 应该修订 应该修改 因为suggest 后面加的 避余从就里面 应该用 顺度型的虚拟器 这个顺度被去掉 只剩下b altered就好了 这是司法托法员 位置比较高 地位比较高 批评某一位官员 用reprimant 用的是对的 本文中呢 本文中呢 强调了 因为某事 加了for了 加for也行啊 再回过一下本文中 他在考虑什么 他必须得好好 可以批评一下 这个家庭助手 在转天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么大的一个疏忽 那个后面加for 因为某事而批评某人 注意reprimant 一般是工作雇佣关系 上级 对下级的这个批评 本文中用的也对 好 是这么来说 当然我们 当然还有批评谁呢 批评和home help 这是在家里的助手 一般多是帮助病人呢 或者老人做饭的 做家务的 他是个british english 用在英雷们国家多一些 叫home help 表示什么意思呢 someone who helped ill or all people in their homes with cleaning cooking etc 解释特别清晰 就某一个人 帮助那些病人 或者老人 在家里边 什么做清洁工作 清扫工作 或者帮着做饭的人 就家庭助手 就home help 你这个都不锁门 这哪得了啊 因为这个事 for such a monstrous monster我们说了 是非常非常大的 极大的一个疏忽 它来自于 M-O-N-S-T-E-R monster 怪物 怪兽 这个monster就巨大的 极大的 negligence 属于是不可数名词 疏忽或粗心大意 所以本文中不能加 得加a piece of就好了 这piece加量词就好了 疏忽不可数 the accident was due to her negligence 这个事故 是由于 它的疏忽大意 注意 negligence 不可数名词 那不可数的 它来自哪个词呢 咱们以前说过 就来自neglect 疏忽 就是 N-E-G-L-E-C-T neglect N-E-G-L-E-C-T 但是我们在这呢 是negligence 这个这个 它的名词形式 疏忽大意 不可数 就好了 后面这个 when she remember 老师说了 这个when 翻成这时 因为前面主句中 出现进行词的 这是他回忆起来了 他在助手走着之后 他才出的门啊 并且他知道呢 他把两把这个锁 用钥匙都锁上了 这个key跟turn搭配 是固定搭配 这钥匙有好几个 固定的动词搭配 咱们看一看 turn the key in the lock 在这个锁里面 转这个钥匙 可以这么说 这个先等会 打错了一个 不应该有句号 过了三遍还是有笔物 这里面这太难了 那什么还没装呢 先稍微等一会儿啊 嗯 哎呀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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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等会儿 稍微等会儿 一会儿在这儿切一下 稍微等会儿 一会儿 稍微等会儿 稍微等会儿 10点40 11点40 好 这儿切一下 在刚才这个 讲完这个例句之后 这个例句讲完之后 咱们切一下 好 我们再回到句中 后面说呢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疏忽 一定得好好批评这个家庭助手 然后when 雷老说了 这个when翻译成 这时或者突然 因为主句中出现进行时了 咱们刚才说了 这时 他回起来了 后面加并遇从句 他是在这个助手走了之后 他才出去买东西的 不可能是人家把门放了锁了 并且他知道 and she knew 我们说了 she knew 跟she remember并列 she remember那个并列 对吧 she knew 后面加并遇从句说 she had turned both keys in the locks 他说把两个锁呀 用钥匙都锁上了 这个turn 经常跟key搭配 叫锁门 转钥匙 这个 我们看看几个 跟key常见的动词 你像 turn the key in the lock 就在锁里面 转这个钥匙锁门 insert the key in the lock 这也是常见搭配 什么叫insert呢 插进去 把钥匙插到 锁眼里面 要去锁这个门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动词 insert insert 就是插进去 把钥匙啊 什么U盘呢 插进去 可以这么说 对吧 有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 remove 或take out the key from the lock 从这个锁里边 把钥匙拔出来 所以你看 转钥匙用turn 插这个钥匙用insert 拔出钥匙用remove 或动速take out the key 不行 这本文中呢 就是转这个钥匙 就是两把锁 用两个钥匙都锁好了 都锁好门才走的 说明不是往锁门了 估计是进来贼了 后面说 she walked slowly into the hall and at once noticed that all the room doors were open yet following her regular practice she had shut them before going out 这个 这个 他慢慢地走进了门厅 并且立刻注意到 所有的房门都打开了 但是呢 按照惯例 按照他往常的做法 他这个离开之前 还是把门都 这个这个 按照马上做 他离开之前 把门其实都锁上了 就说明呢 这个里面进来人了 因为他 出门以前的门都是锁好的 我们看看 句子成本分析 这个 其实中间是 yet引导两个并列句 就是逗号后面 那个yet 是并列连词 我们这个yet呢 然而当 连词当副词都可以 都是然而的意思 但在本句中 一定是连词 他引导上下两个并列句子 然后第一个句子中呢 又有两个小的并列句构成 中间要and的连接 中间这个yet呢 是引导大的两个并列句 这个and呢 引导第一个并列句中 内存两个小并列结构 是这么一个 先看第一句 他说 他慢慢的走到了后 后咱们以前说过 就门厅衣帽厅 就在家里面 挂什么衣服 放鞋 这个地方 并且and 这是说明 at once notes 这个词跟前面 walk并列吧 并且马上就注意到了 后面那个 that都open 这个黄颜色的 当时并列宗教 注意到什么呢 所有的 room door 这个屋门了 所有的屋门 房门都是打开的 然而 这是转折了 跟前面整个 这个大句并列 然而 following her regular practice following one's regular practice 按照惯例 按照某人 习惯的做法 怎么样呢 she had shut them before going out 这是夜的后面 并列举的 这个主句了 他其实呢 在离开以前 把房门都关了 这个发生在 过去的过去 所以用过去 所以用过去完成实 因为他走进了 这个门厅 实际上在过去 但他出门以前 是过去的过去 这是强的这个意思 但是按照惯例呢 他其实在出刚才 就在出门以前的时候 他是在走以前 把房门都关上的 就说明这个门 可能见了人了 门都被人打开了 就这么一个 这个shut 就是close 这个意思 shut 一般过的事 过去分词 都是shut 过去 完全是过去的过去 before going out 这是借词段语 在后面句子中 当时间状元来用了 在他出门以前 房门都关了 这个里面 唯一的 需要我们注意的 一个习语 就是follow on's regular practice 按照某人习惯性的做法 follow on's regular practice 固定搭配 希望大家背起来 就按照某人 惯常的习惯性的做法 就是老太太出门以前 一般把里边 每个屋门都关上 但现在一看 都打开了 书门接下来人了 对吧 following my regular practice I write once a month to my son in the states 按照我习惯性的做法 那我每个月呢 都给我在美国的儿子 要写一封信 这么说 following my regular practice 还是非为动词 当状元来用了 但还是来自动词 follow 这个the states S大写 是the united states 一个缩略 我们记住 以后看到the states 我们知道是美国 就是united states 给美国的儿子 每个月写封信 这是我的习惯性的做法 然后老太太 哎呦 我心里咯噔也坏了 这肯定是进了人了 对吧 后面一句话说 looking into the drawing room she saw a scene of confusion over by her writing desk 这个老太太呢 到了她的奇迹室 仔细地看了一看 她发现呢 在这个写字台旁边 那个地方啊 看到了一团混乱的 这个这个情况 把东西都被刀出来了 写字台的抽屉 可能都拉出来了 东西都被翻了出来 这个里边我们看一看 这个look into something look into 我们说一天不一般 没有look at 为什么叫look into呢 look into something 表示investigate or examine something 或调查 或者仔细地查看某个东西 它并不是往里边看 它并不是打个盒往里看 而是仔细地研究 或调查 或仔细地看 is a member look at something closely 仔细地看 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些例子 I wrote a letter of complaint and the airline has promised to look into the matter 我写了一封投诉信 complaint是投诉或抱怨名字 并且这个airline航空公司 那么答应 要调查一下这件事 可能对服务部满意 他们答应 同意仔细研究一下 仔细看一看 仔细调查一下这件事情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the police are looking into the records of all those involved in the crime 这个警方怎么样呢 正在仔细地查看 或仔细地去调查 这些记录档案 什么呢 所有这些什么人呢 就是卷入到了这起罪犯 这起案件里面的 这起犯罪情况里面的人 每一个人的档案 警方在做仔细地查看 或者仔细调查 本文中也是这个 look into这个意思 只不过本文中是非为动词 在这当状语来用 就是仔细地看一看 它的drawing room drawing room就是一个 比较大的客厅了 这个比较正式文言 或者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用法 一般叫做这个客厅 起居室 就formal or old-fashioned formal比较正式的用法 old-fashioned就是老式的一个用法 就像鲁迅说的那些话了 知乎者也类的 这个老白话门 就是a room in a large house in which people relax and guests are entertained 就在一个大house里面的一个房间 这房间里面的人们可以休息 并且呢可以款待客人 就我们说的客厅或起居室 就joining room 现在呢我们一般用 sitting room或living room 表示客厅 但是joining room也是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我们回忆起了 我们在这个十三课讲过的 家里的各种房间 本文中文件呢 刚才不是看到门厅那个词了吗 咱们再复习复习 刚一进屋是门厅 就是我们叫衣帽厅 这个不是大厅 是门厅 小的空间 挂衣服放鞋的地方 然后里面有起居室 living room sitting room 或者一个比较正式的用词 就joining room 都是表示客厅起居室 然后呢 家里有餐厅 dining room 有厨房 kitchen 有卫生间 叫bathroom 或者浴室 都行 还有呢 guestroom是客房 我们二十四个见过 就是给客人准备的一些 多余的卧室 study是家里的书房 还记得 对吧 那么bedroom是卧室 家里的卧室 还有master bedroom 是主卧室 一般是最大的卧室 双人床这种 还有像stour room 是家里的厨堂室 我们的十三课见过 还记得 还有呢 atic or loft 是家里的阁楼 就屋顶是倾斜的 顶层 还有呢 地下室 basement和cellar 这个basement的 一般的地下室 甚至可以住人的 但cellar 只能指地窖 什么放酒的 放煤的 就是地窖 还有一个就是阳台 我们一会儿就会碰到 我们的大声度下 balcony balcony 这是家里的这个房间 我们看到这是 就是joy in room 就是家庭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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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厅 这是比较老实的用法了 那么仔细地查看了一下 这个客厅 大家老太子看到 a scene of configuration 一片混乱的情景 scene 就是情景了 情况或景色 都可以用它 configure不是迷惑 是混乱 这个在以前我们见过 configure 这里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字 很熟悉的几个词 mass disorder 或者chaos 都是表着混乱 一会儿在后文中 就会碰到chaos 这个词了 都是混乱 只是我们会了之后 我们也会同一次提换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confusion mass disorder chaos 都是混乱 指混乱不堪这个状态 我们复习一下 在154页21到22 154页21到22 就是33颗难忘的一天 only two street dogs benefited from all this confusion for the greatly deviled what was stabbed of the cake 仅仅有两只流浪狗 从这一团混乱之中 得到好处了 因为他们贪婪地吞掉了 这个蛋糕剩下的部分 这是我们这个混乱状态 confusion 当然它也能比 比较是人脑子乱了 就迷惑不解 也能打 然后呢 she saw a scene of confusion over 这over是什么意思呢 over怎么后面有buy呢 这over跟buy是两个事 buy和writing desk 表示在写字台旁边 over表示在写字台旁边 那边 就是当负词来用 就那边 那里 在那里 在写字台的那里 是这么意思 当负词来用 这个over是一个advert 表示across the distance in a particular direction or at a location 就是在某一个方向 穿过一段距离之后 的那个地方 或者在某一个具体的位置 在那边 在那里 就是他忙着一看 看到在写字台旁边 那个地方啊 是一团 或者那个地方 那边 这是over 就是隔一段距离之后的 那个地方 具体某个位置 比如说 she lives over in England 他表示他住在英国那里 住在英国那边 离在这儿 有一段距离的 那个地方 这是一个副词 这个over 在这不是戒词 在写字台旁边 在那个地方看到了一片的混乱状态 然后 It was as clear as daylight then that burglars had forced an entry during her absence 有这么多的证据 大门是敞开的 他记得已经锁好门了 现在大门敞开 每一个屋门呢 都已经打开了 而且呢 看到客厅里边 那个什么 铁离台旁边 被刀得乱七八糟的 那么显然呢 很明显是家里进了贼了 在他离开的时候 家里进了窃贼了 这么来说 好 这个it was as clear as daylight 这个it 当然是形式主语了 后面真正主语是 后面那个that重句 that burglars had forced an entry during her absence 这是主语重句 这语法结构并不复杂 但是我们得看一看 这个固定搭配 as clear as daylight 表示很明显 这种比喻是固定的 希望大家背下来 不要自己瞎编 还是那句话 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 非常明显的 咱们可以用as clear as day 或者as clear as daylight 都可以表白天的意思 或者as clear as crystal Crystal叫水晶的意思 像水晶一样清楚 就是再明显不过的 非常非常明显的 这是固定搭配 希望大家把它背下来 本文中呢 很多同学可能会这么写 It was very clear than that 到那个时候啊 已经非常明显了 你用very clear 当然没有错 但是不如本文中 用这个搭配更加 这个地道 更加富裕变化 以后我们多寄一些固定搭配 固定的比喻呢 能给我们的文章 增添一些色彩和味道 使文章不用 这个 它不会过分地限于平庸了 这是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很明显 就是非常非常明显 就是very clear 那我们举一反三的 我们可以这个这个 这个多记几个 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如何如何 我们可以多看几个 固定搭配 咱们把它背下来 本文中 It was as clear as daylight 比那very clear要正式 多看几个 比如说 as clear as mud 表示very unclear 非常不明显 但注意 前面用clear 不用unclear 像泥巴一样的明显 就是非常不明显呗 非常的不明显 不这个不明显 不直白 不清楚 很不明显 因为骂着泥巴 泥巴看不透啊 泥巴很浑浊嘛 表示很不明显 但注意 依然用clear 这固定的比喻 再比如说 as dark as pitch 一团漆黑 这个pitch呢 本来表示利清的意思 就是铺地那个臭油 利清 都是黑乎乎的 特别黑 所以这一团漆黑 中文中文漆 做比喻 还有呢 as easy as ABC 像ABC一样简单 ABCDFG 小孩子刚学英语 学字母就学它 所以很容易 very easy 点这意思 还有呢 像as swift as lightning 闪电一般快速 lightning 叫闪电的意思 swift 叫敏捷的快速的 像闪电一般快速 迅速敏捷 还有呢 as cold as ice 像冰一样冷的 就冷冰冰的 这还不是犯冰冰 冷冰冰的 可以用它 还有呢 像as straight as an arrow 像箭一样直 就射出的箭 如果箭是弯的 一射就歪了 像箭一样直 射的那种箭 叫arrow as straight as an arrow 固定搭配 在中文中呢 我们用笔来做比喻 笔管调直 笔直的 在英语中用箭 箭一样直 这个也可以 这几个用动物 这个 用事物 做固定的比喻 希望大家放到一块 不得记住 既然我刚才都说到动物了 我们再看几个 动物的比喻 也是约定俗成的 咱们看有些跟中文类似 有些不一样 这几个固定的搭配 这个比喻啊 都主义名誉了 有比喻词 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固定的 可以记住 比如说 as strong as a horse 像马一样很强壮 但是跟中文比喻不一样 咱们中文说壮如牛 他们说强壮的 叫马一样 还有呢 as brave as a lion 像狮子一样勇敢 咱们中国人一般说 叫猛虎一般勇敢 但是亚洲的老虎多 欧洲的狮子多 老虎少 所以他们是猛狮一般 雄狮一般勇敢 还有呢 as cunning as a fox 这个英雄所见略同 大家都认为狐狸狡猾 killing是狡猾的 像狐狸一样狡猾 这个比喻跟中国人比喻一样 这好记忆 还有呢 as greedy as a wolf 像狼一样的贪婪 我们说像狼一样 俩眼都蓝了 很贪婪的 as greedy as wolf 像狼一样的贪婪 greedy是贪婪的 还有呢 as stubborn as a meal 像骡子一样的倔 但我们中文中处 据驴 但老外用驴 一般比喻傻 用骡子 比喻 这个很倔强 stubborn是倔强的 像骡子一般倔强 还有呢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穷的叮当响 他说穷的 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 教堂里没有什么油水 穷的叮当响 像教堂的老鼠一般穷 这是固定的几个比喻 把这个动物比喻成人 表示某种特征 这个是几个常见的 还有更多的搭配呢 在李老师的新浪博客里面 有更多的把动物比喻成 这个人的各种的 一些固定的名誉 在我博客里面有 就在新浪博客 就在百度搜李延龙 我的名字 再加博客两次一挥车 就能搜到 好 那么很明显怎么样呢 再看主义从事那边 Burglars 就是两场君子来偷东西的 Head Force and Entry 对于和absence 在他不在时 强行闯入了 Force and Entry 相当break in 就是强行闯入 未经允许强行闯入 固定搭配 Entry是进来的意思 我们大声来对一下 Force and Entry Force and Entry 就相当break in 就未经主人允许强行闯入 这个意思 我们看了一次 The place Force and Entry Into the Building 这个警方强行闯入了 这个大楼 可能里面有人在把守 有些坏蛋在把守住宿大楼 警方强行闯进去了 可以这么用 甚至直接可以当名词来用 叫forced Entry 强行闯入 当名词 这是名词端语来 There is no signs of forced entry 没有任何强行闯入的迹象 就门锁都没有坏 强行闯入 当名词端语 叫forced Entry 过去分词 当然形容词 在修饰Entry就好了 所以名词上也叫强行闯入 就好了 所以呢 这个贼啊 已经在他不在的时候 强行进到了房间里面 顺便把锁给撬开了 然后呢 这个 During her absence 就是在他不在的时候 在老太太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这个absence是个书面语 因为这句话 当他自己写的时候呢 经常会写的 while she was away 在他不在的时候 这个表达正确 但啰嗦一点 我们直接会用正式的书面 absence 表示某人 不在场就行了 而且这个搭配呢 一般是跟during 或者跟其次in搭配 跟in搭配咱们还见过 用in其实更常见 in was absence 或during was absence 就好了 它的反应 这个 如果这个人 是一个比较长的名词呢 也可以用 in the absence of somebody 或during the absence of somebody 这个搭配也行 如果人是个代词呢 就把代词变成鼠格 放在中间 在我不在的时候 during my absence 而不说during the absence of me 不这么说了 这个表达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名词 用of放在后面 代词用鼠格放在中间 因为代词太短了 避免头颅矫情 这个都行 本文中呢 是一个 这个代词 所以不说during the absence of her 就用during her absence 就好了 那在某人在场的情况下呢 复习吧 in one's presence 或in the presence of somebody 就好了 同样是名词 用这个代词呢 用鼠格放在中间 就好了 很明显嘛 是进了贼了 然后这老太太呢 她第一个冲动是生气 把贼看不得住你的 her first impulse was to go around all the rooms looking for the thieves but then she decided that at her age it might be more prudent to have someone with her so he went to fetch the porter from his basement 这是个常句 咱们看看语法结构的分析 这其实又是两个句子 并列到一块 中间用并列转折连词 but来连接 but这个并列连词 它就是转折的意思 第一个句子里边 是 句子主干结构 是白颜色的 her first impulse was 它的第一个冲动 就是 是什么呢 后面的动词不定是 to go around the old room looking for the thieves 放在一块 到这个逗号结束 这明显黄颜色的是一个表语 动词不定是做表语 那林老师以前说过 动词不定是做表语的时候 如果前面出现了 这个 前面出现了 十一动词do 那么后面这个 动词不定是 符号to就去掉了 如果前面没有出现 十一动词do 那么后面要写出 to do 在这里前面没有出现 十一动词do 或者do that's it 都行 但也行 没有 后面利用 was to go around 这个to do 这个to不能去掉 前面出现do的话 这个to就可以去掉 但不去的也行 大家记得吗 以前我们说的那个歌 唯有寻梦去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我没有说 is to dream 是all I all I have to do 有一个do吧 是十一动词do 不是重动词do is dream 其实也能写出 is to dream 这dream是动词 前面那个to呢 可以去掉 因为它前面有do 在本文中一定的加上to 他的第一个冲动去干嘛呢 是在每一个房间转一转 looking for the thief 牵套在这个做表语的动词 不定是内部的一个伴随状语 到每个房间转干嘛呢 找这个谁呀 是不是还藏在屋子里边呢 但是 转折 引出第二个定论句 但是 then在那个时候啊 she decided 他断定 或者他认为 李老师多次说过 decide 不一定发生决定 经常可以表示 在考虑之后 做出判断 叫断定 或者确定 或者认为 尤其是在decide 我们家冰语从句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吧 多次说过 在这不是他决定 他认为 或者他断定 什么呢 那么后面那个 net引导是冰语从句 从net开始 到这个多少结束 with her结束 他认为怎么样呢 在他这个年纪啊 it might be more prudent to have someone with her 这个it 是在这个 这个宾语从句内部的 一个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的时候 我们to have someone with her 这个动词不定是 是真正主语 在宾语从句内部的 真正的这个这个主语 前面是形式主语 prudent是审慎的明智 不冒险的 他说呢 让别人呢 陪他一块啊 好像一个是更审慎一些 到了老太太 都七老八十了 碰着贼的话 那万一贼不捅死怎么办呢 老太太打不过他 所以转念一想 老太太认为啊 到我这年纪 最好找过人呢 跟我一块来找贼 更踏实点 so好了 这在第二个 大领导的主句后面 跟上一个结果装语从句 所以会因此 所以呢 他就跑到了这个地下室里面 找这个门房 叫门房来 fetch 把某人叫来 找来 或者接来 这是固定搭配 一般跟from搭配 从某个地方 把某人叫来 叫这个门房 putter putter是多一词 可以表示门房 相当于美式那个doorman 看门人 也可以表示在 飞机场啊 火车站那个搬运工 putter 都可以用法 总的还是叫门房 一块来去 去找那贼吧 这么一个 语法成分分析完了 基本句子也看懂了 下面里面那些细节 咱们再看一看 首先 her first impulse was to 有东说 为什么他不用 这个分词 doing呢 而用to do呢 他的第一个冲动 是去做 这个事做了吗 还没有做呢 所以呢 主语要是要做 而没有做的事 那后面的表语 动词不定是 而不用doing 就用动词不定是 要做没做的事 to do啊 我们看一些例子 one's aim 或one's purpose is to 后面跟动词不定是 而不跟is doing 为什么呢 某人的目标 某人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说明还没有达到目的 他要去做的事 没做的事 是要怎么怎么样 one's dream is to 某人的梦想是要怎么样 梦想是还没实现的 才是梦想的 要做还没做 还有呢 one's plan is to 某人的计划是去什么 而不说 is doing something 计划是要做 还没做的事 还有one's hope one's wish is to 某人的希望是要 什么什么什么 也是加动词不定是 to do 还有呢 像one's advice one's suggestion is to 某人的建议是什么什么 也是不定是做标语 为什么呢 建议是 说明的建议是 让你这么做 肯定还没做了吗 对吧 还有呢 像one's first impulse 或one's first reaction is to 某人的第一个冲动 或某人的第一个反应 是去做某事 说明后面转念一想 又不这么做了 要做还没做的事 他的主语都有这个特征 后面呢 做表语的 都用动词不定识 要做还没有做的事 本文中也是这样 第一个冲动是 在每一个房间转一转 找贼 但是然后呢 他就认为或断定 我们说过design 加那点到的避运从去 尤其表示这个认为或断定 考虑之后做出判断 而不是决定 他认为怎么样呢 在他的年纪 找个人陪他一块去 这可能比更加审慎一些 注意一下这个生词 prudent 这是一个不好意思 很明显的不好意思 叫审慎的或者明智的 什么意思呢 sensible and careful sensible是理性的理智的 careful是小心的 仔细的 especially esp还是缩写相当 especially 尤其怎么样 by trying to avoid unnecessary risk 尤其强调 通过什么呢 通过试图避免那些 不必要的风险 而去做模式 这个叫审慎的明智的 避免冒险 像prudent house buyers 非常谨慎的 审慎的 买房子的这个人 就是这个 要购买房子 他很谨慎 看房子的朝向啊 贷款是不是还清了没有啊 是不是有白蚁啊 这个交通是不是很方便的 贷款是不是很安全 非常审慎的 避免风险的 这种买房子的人 可以这么说 那么他的搭配呢 我们经常可以这么用 本文中就用这个固定搭配 可以背起来 it is prudent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是很审慎的 如果对某人来说 做某事很谨慎很明智呢 叫it is prudent for somebody to do 如果不强的对某人来说 这个for somebody 可以把它这个去掉 本文中呢 都知道是for her 对他来说 所以那for her就不用说了 就是找人来陪他一块走 这比较安全一些 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 it would be prudent to save some of the money 我说把这些钱呢 省出一部分来 存起来 这是更加谨慎一些 这would是一个推测了 推测 这么恐怕是更谨慎 可能更谨慎一些 对吧 就别把钱都花了 it might be prudent to get some expert advice first 这个mind跟wood 类似都是一个推测的语气 委婉的语气 就是我说你啊 首先呢 来得到一些专家的建议啊 这可能会更审慎一些 你别轻易去冒险 你不懂航班 要赔本了怎么办呢 我说先得到一些专业的建议 这个更审慎一些 it might be prudent it would be prudent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某人来说做模式 可能会更谨慎一些 百分钟也是这个用法 用might be也是个推测 可能啊 找个人来是不是更好点啊 就这个意思 这就不冒险了 这个prudent 叫谨慎的不轻易冒险的 它的反义词 我们在第八课见过 就轻率的 鲁莽的 冒失的 第八课 我们曾经见过 就是著名的修道院 那我们再读一下 rash rash 轻率的 鲁莽的 不计后果的 就是会出现一些 没有必要去冒的风险 他平常去冒险 轻率的 我们再看一下例子 Don't make rash promises 不要许下轻率的诺言 你许诺之后 如果做做不到 被别人瞧不起了 别轻易许诺 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还有它的副词形式 在四十二页第九行 到底是 四十二页的第九 到底是 Despite the new tunnel There are still a few people who rashly attempt to cross the path on foot 尽管有了这个新的隧道 但依然有一小部分人呢 他非常鲁莽地 试图徒步穿越这个伤口 这冒险的 Rashly 就不顾危险的 鲁莽的冒失的 只不过这是负责 它的反义词就prudent 副词prudently 对吧 神圣的或神圣地 那么什么是更神圣 to have someone with her 这也是固定搭配 就是让某人跟自己在一起 have somebody with you 有时候用have God somebody with you 对God 加也行 去掉也行 have God 就相当于have 意思一样 什么意思呢 If you have someone with you they are present with you 如果你某个人跟你在一块 他就跟你在一起 就是这个意思嘛 某人与自己在一起 have somebody with you 就固定搭配 比如说 Luckily I had a friend with me who spoke German 我这很幸运的是 我有一个朋友 跟我在一块 他刚好会说德语 刚好够做翻译了 have somebody with you 跟你在一块 这个意思 老太就说 我找个人 跟我在一块 更神圣一些吧 因此 so she went to fetch the porter fetch somebody 这个不是把某个东西拿来 是把某人叫来 找来 带来 接来 都行 我们都是跟from搭配 fetch somebody from something 从某个地方 把某人接来 叫来 或者找来 这都有可能 would you mind going to fetch the kids from school 是否建议您跑一趟 把孩子们从学校 接回来呢 fetch the kids from school 把他们接回来 可以这么说 还有呢 I have to fetch my mother from the railway station 我说我必须 得去火车站一趟 把我妈妈接回来 这个fetch somebody from 把某人从某个地方 叫来 找来 接来 等等都可以 本分钟是叫那个门法 这个意思 这个porter呢 也是多意思 两个意思 都可能会出现 第一个意思呢 是本分钟的用法 注意表示这个意思 它是个英联邦国家的用法 是个british english 相当于美式的doorman 就是门房 看门人 我们分别读一下 porter doorman 不要读doorman 是发 这声音下里面 doorman 门房 什么意思 someone whose job is to take care of the building and be present at his entrance in order to help visitors 就个某人呢 他的工作是照看一个大楼 并且呢 要出现在大楼的入口之处 为了帮助那些访客 叫门房 就是在那看门人 传达室那个人 叫porter 在美国呢 一般用doorman 这个词 而porter 第二个意思呢 在60刻咱们会碰到 就是表示 缴夫搬运工 尤其是机场的火车站的 这个 表示 a person whose job is to carry things especially a traveler's bags at railway stations Airports 就是缴夫搬运工 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的工作是搬东西 尤其是搬旅客的这些包裹 就是这些包裹 在车站或者机场等等 排他们的行李 这么一个就porter 本文中呢 他并不在机场或车站 肯定是门房呢 就是在大楼公寓楼的门房开门的 这个 我们看看60刻里出现 比如缴夫这个意思 就是268页第二十四行 268页的第二十四行 she gave her luggage to a porter and showed him her ticket 这是到了火车站了 他把这个行李交给了一位搬运工 也是搬行李的人 并且呢 给他看了看他的车票 这个时候是第二个意思 porter是多意思 本文中是门房 from his basement basement他刚刚见过 这个家里的房间是地下室 basement是可以住人的 但seller一定是地窖 所以这门房住在地下室 这个用的是对的 地下室找了门房 好 这句话我们给老师看在这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 下一句话说 by this time her legs were beginning to tremble so she sat down and accepted a cup of very strong tea while he telephoned please 这句话还是先看一看语法的分析 那么这个豆豪之前呢 是剧的主剧 首先呢 这剧手by this time 是个借词段语当时间状语 说到那个时候啊 就到了当时上一句话 发生的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呢 这老太的腿呀 开始慢慢有点哆嗦了 一个是累 二来也是害怕 腿开始哆嗦了 这个so引导结果状语 所以 所以呢怎么样呢 他说当啊 这个门房给警察去打电话的时候呢 他就坐下来歇会儿 并且接过了一杯非常浓的茶 振作一下精神 就这个 这个while呢 可以看作牵套在结果状语从居内部的一个 时间状语从居 当这个他就门房了 给警方打电话报警的时候呢 他坐下来歇会儿 并且接过了一杯浓茶 提提精神 就这个意思 这个里面首先出现一个 her legs were beginning to tremble 为什么begin用进行时呢 be beginning to do是固定搭配 表示逐渐的慢慢的开始 它不是突然间开始 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开始 这是用进行时 叫be beginning to do 这个用法特别特别常见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it was beginning to get dark 天慢慢的开始变黑了 不是有白天突然间黑了 一点一点的慢慢开始变黑了 同样的 by now we were beginning to get tired and the rain was falling heavily 到了那个时候呢 我们慢慢的开始有点累了 并且雨呢 滂沱地下了起来 下起大雨了 当然by now 我们说过 在这里就是by then的意思 因为后面是过去进行时嘛 但这个by now在描述故事的时候呢 比那个by then 到了那时 那个then那个then 更有一个临场现场的感觉 好像读者在看到一样 所以还说到了那个时候啊 我们慢慢开始变得累了 因为慢慢一点越来越累了 并且就是大雨呢 滂沱地下了起来 这个渐渐开始这个意思 我们在第54课也见过 咱们再复习 244页第二场 244页第二场 During the summer I noticed that the leaves of the tree were beginning to witter 大家还记得吗 在夏天里边啊 我注意到这个树的叶子呢 慢慢开始枯萎了 witter是枯萎萎缩的意思 这叶子不是一天就枯萎了 慢慢慢慢越来越如何如何 慢慢渐渐开始的意思 本文中就是用这个渐渐开始 到了那时啊 这老太的腿渐渐开始就哆嗦了颤抖了 这个颤抖 tremble 是复习 咱们在第10课曾经见过 指人 指事物都行 哆嗦 颤抖 咱复习下第50课 第12到13行 50课的12到13行 sadly there was a slight trembling sound from below and the captain went down to see what had happened 突然间从下面传了一个轻轻的震颤的声音 比较这个时候船长到下面看看究竟什么事发生了 trembling是来自动词 就是川普颤抖 这个老太的腿颤抖坐不住了 所以呢 这个站站不住了 所以他坐下来呢 接过一杯浓茶 very strong tea 这个strong不能翻成这个坚强的 或者强壮的 它是表示 咖啡或者茶或者饮料 或者是这个什么酒等等 浓的 烈性的 叫strong 饮料和酒的浓的 烈性的 看一下例子 strong coffee 浓咖啡 strong tea 叫浓茶 strong beer 就比较度数比较高的啤酒 烈性的啤酒 反应词呢 就用这个weak 同样不能翻成虚弱的 而表示淡的 表示比较淡的 那weak coffee 叫淡咖啡 就是水比较多 weak tea 就是淡茶 冲了好几水之后呢 好像没那么浓了 weak beer 就是淡啤酒 就是这里面的 并不是味道淡 而是酒精度数比较低 含量比较少 这个意思 老太的接过一杯 非常非常浓的茶 就当什么 当这个门房 给警察去打电话的时候 然后呢 喝完茶之后 真管用 你看后面说了 then her composure regained she was ready to set up with the porter's assistance to search for any intruders who might still be lurking in her flat 咱们看看这句话的 语法分析 then 然后 就是在喝完茶 歇了会儿之后 怎么样呢 her composure regained 这个老太的镇静又恢复了 大家注意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为什么 因为regain在这 是极物动词 它如果是句子的话 后面就没有闭语了 所以这相当于 her composure was regained 那个was被省略了 省略之后呢 这就不是句子了 为什么 这是一个独立主要结构 为什么 regain是过去分词啊 被恢复了 然后逻辑主要是 什么被恢复了呢 并不是老太的恢复了 是他的镇静被恢复了 所以前面这个 her composure 划线的部分 是这个独立主要结构的 逻辑主语 后面regain是过去分词短语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 恢复了镇静 叫regain once composure 还记得吗 生死路讲过 所以在这呢 是独立主要结构 因为regain在这 是过去分词 它是被恢复了 因为它的编语 应该是这个镇静 然后后面 句子的主句结构在这呢 主干结构在这呢 恢复了镇静之后怎么样呢 she was reg 它准备好了 能够在这个门房的帮助下 那么一块儿就 就这个出发 去找这个贼了 set up 就动身出发去做某事 这个一会儿咱们会复习 然后呢 在这个门房的帮助之下 去干嘛呢 to do 一知道句目 明显是目的状语了 是为了去干嘛 去搜寻 search 后面一般跟 其次 for大背 搜寻什么呢 任何的一个入侵者 intruder 就是入侵者 游戏表 是为了偷东西 这种人 然后呢 intruder 后面在迁套一个定义丛句 就是迁套在 动词不定式内部的定义丛句 他们可能依然潜伏在 公寓里边的入侵者 因为老太之后 撞胆了 有门房 有个大男人在房上帮忙了 他就赶去了 这个look 叫潜伏 偷偷的 在某个地方 要做坏事 这个意思 好 首先我们要注意 这个独立主格结构 这个来自于固定搭配 恢复了镇静 大家还记得 那几个搭配吗 保持镇静 keep 或maintain 失去了镇静 lose once composure 还有就是 恢复了镇静 recover或 regain once composure 本文中用的是regan 说明 本文中是独立主格结构 因为regan的宾语应该是composure 宾语变了主语了 所以后面能用过去分词 独立主格结构 如果你要写成完整的句子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一句话 then her composure was regained and she was ready to 是这么一个 如果你前面换成 was regained 这是完整句子了 那么下面一句话 前面就得加廉词了吧 两个句子并列得加廉词了 但本文中没有这个words 说明是独立主格结构 跟后面句子不是并列关系 就不用加并列廉词 and了 这个and就被省掉了 是这么一个 所以本文中的结构呢 更为的简洁一些 更突出了后面的主句的重要性 句子主干重要性 说明恢复的镇静是次要的 他现在准备好 可以去找这个贼了 这个动作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说了 一个句子里面最核心的信息 一般来说都在句子主句的主干里面 而包括从句呀 非为语呀 独立主文 一般是次要的补充的信息 所以呢 准备好要去找贼了 这个动作重要 恢复的镇静是次要的 是这么一个 好了 把这个把它看个清楚 然后呢 他be ready to do 在这准备好去做 去干嘛呢 去在门房的帮助下出发 去找贼 这个set up 表示动身出发 是多次讲过的 set up set out start up start out 早在第十课 咱们就讲过 动身出发 不强的方式 怎么去都行 而且呢 不强的去干嘛 就是动身出发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注意连读 set up set out start off start out 都是动身出发 都行 咱们再复习 第十课就见过 五十页第九 到底是 五十页的第九行 到底是 四十页 动身以后的 出发以后的四天 这是泰泰尼克号出发了 也行 当泰泰尼克号正行人 在北大乡 冰冷到海域上的时候 联网员突然间 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冰山 动身出发 set out 跟set out 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呢 在门房的assistant 就还有帮助了 帮助下呢 去搜寻任何一个 可能还藏在公寓里面的 这个入寻者 intruder 来自于intrude 侵犯 这个词 我们先看看这个 非法入寻者 我们大声读一下 intruder 什么意思呢 someone who illegally enters a building or area usually in order to steal something 这个解释特别清楚 某一个人 什么人呢 非法地进入一个建筑物 或者进入一个地区 尤其呢 是为了偷东西 叫非法入寻者 尤其是刑窃 这个窃贼 叫intruder 是这么一个意思 同样的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the police think the intruder got in through an unlocked window 警方认为呢 这个刑窃者 或入寻者呢 是通过一个 没有锁的窗口 进来的 是这么一个 intruder 是入寻者 尤其偷东西的人 他来自什么呢 来自于干扰 干涉 侵犯 这个动词 把后面r去掉 就好了 我们大声都叫 intrude intrude 什么意思呢 就to interrupt someone or become involved in their private affairs in an annoying or unwanted way 打扰 或者侵扰 或者干涉 尤其表示 他人的私生活 隐私 这个时候叫intrude 就是打断了某人 或者变得呢 就是变成了 卷入到了 他们私事里面去 并且是用一种 令人生气的 或不希望的 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侵扰 侵犯 或干涉 这样一个 叫intrude 我们看个例子 I don't wish to intrude but could I talk to you for a moment 对不起 我无意呢 想打扰您 但是我能不能 跟您聊一小会儿啊 这非常客气的话了 就我不希望呢 侵犯您的隐私 可能您正在思考 或正在休息 我根本不打算 我并不希望 这个打扰您 但是能不能 我跟您说一会儿话 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 intrude 然后呢 如果真是 侵扰了某人的私生活 侵犯了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加边缘的话 必须先加解释 intrude这个词 是不及物的 我们intrude 可以叫into 或者更常见的 可叫on或upon 都行 intrude on intrude into都行 on跟upon 还能替换 就侵犯了 侵扰了 尤其表示 私生活呀 隐私啊 等等等等 咱们看一下例子 employers should not intrude into the private lives of their employees 就雇主们呢 不应该侵犯 他们这个雇员的私生活 对吧 你工作的事可以管理 人家家务事 你不应该掺和 这个意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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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说 Civilized campaigners say the new laws will intrude on people's personal freedom 你看我们家on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Civilized是民权了 Compainer叫运动领袖 或运动的组织者 民权运动领袖 说怎么样呢 这些新的法律 将会侵犯 人们的个人自由 侵犯 侵扰 intrude into 或者on upon 都可以 他的名词 intruder 就是非法入行者 尤其是贼 就好了 偷东西的贼 那么他们要搜寻 任何的这个入行者 什么呢 在家定义送去 who might still be lurking in her flat 依然可能潜伏在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公寓里面 咱们注意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也是生死里有的 什么意思呢 潜伏 尤其表示要做坏事 我们大声再对一下 Lurk Lurk 什么意思呢 To wait somewhere quietly 在某个地方 静静的在那等着 and secretly 并且是秘密的 悄悄的在这等着 usually because you'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wrong 尤其因为 你打算做一些错事 做一些坏事的时候 偷偷地潜伏 比如要什么 偷东西呀 要杀人放火呀 潜伏在某个地方 在本文中 用的恰如气氛 她要偷东西吗 she didn't see the figure Lurking behind the bushes 这个女孩子没有看到 潜伏在灌木丛后边 那个人 figure 表示一个人影子 模糊的人影子 看不清楚 潜伏在灌木丛后边 蹲着一个人 潜伏 用Lurk这个词就好了 好 这个第一段 我们给老师就看到这里 有些人影子